如果他沒有情緒 他又不敢 他就要背在心裡 他就要不要出來 因為那種感受不一樣 所以我們應該利用比較短的時間 在一個禮拜 幾十天以來 一定要再次去拜託 聽他看有什麼主流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借機會 當下再診間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也讓當下解決他心裡的疑問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的重要 再來就是小組的連理 大家意見交流 這些都是要去做的 那我要做了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那要都是徹底做暗時的檢討 暗時的檢討就是說 不要這樣 每天各位時候都要說一些官場的話 其實那個都沒有意義 說一些好聽的話 聽聽的話 那個對我們的道路精進 完全沒有幫助 所以起碼說 如果參與這個檢討會 可以將對問題 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大家提出這個共識 我覺得這才是真的是有幫助的 可憐 這個也就是說我們這請客 就是再一次的檢討 才能抓出問題的重點在哪裡 問題一定在哪裡 然後呢 檢討以後做了修正 修正以後再重新出發 其實這只是一個天圈的旋轉 做什麼事情 做事 怎麼樣 一件事 複雜的事 重複的做 簡單的做 你到尾了你就會怎樣 比一個SOB 一個流程出來 如果你沒有有一個循環系統 繼續做下去 如果這樣就這樣 搭一下 怎麼搭一下 大家來的傳承都不一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 道已經 我們道場一定要有一個什麼 換照這個SOB的流程 所以就是說做了以後 一定要檢討 要修正 然後再次把它調到一個 剛剛說這個架後已經不錯了 我們照這樣的話 應該可以比較一些好的人才出來 還是人際共識 還是什麼種的健康 這是獲協我們這一次的看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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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帶來 健康的分享 好啦 最後呢 我們要求人人單位第八組的形象